正文预览第一章 一 站在风中的孙怡此刻是有些凌乱的 左右两排站立笔直的保镖 脸上毫无表情 机械的弓身说 请 贫穷的孙怡是从体会过这种富豪场面的 心虚的聊了聊头上的空气刘海 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咽了口怂怂的口水 但面上依旧伪装的很淡定 怎么着也不能给川叔人丢脸 是不 没错 孙怡是川叔儿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看了一本叫霸道总裁爱上我 小娇妻的第99次出逃 因为内容狗血 剧情脑残 孙怡没忍住抱了声粗口 吐槽这本书毫无逻辑可言 再次醒来 他就成为了里面的人 想到这 孙怡就痛心疾首 发誓自己再也不嘴欠了 恨不得跪天跪地求求带他过来的哪路神仙 回去回不了 至少也把自己穿成女主吧 一般人穿书 好赖是个女主 后期还有男主和配角保驾护航 一辈子恩爱爱 而孙怡川叔却是个十八线的路人角色 发现自己是个小说里寥寥几笔带过的角色后 心里口老血淤堵在喉咙间 垂胸顿足 书里讲的是一个叫倪南与男主路阳的美好爱情故事 男主从小性格不服管 橡皮小狼一样拴不住 十八岁硬是自己离家开始创业 而倪南是她在创业期间遇到的女孩 投资失败也不离不弃 一直安慰她 鼓励她继续加油 离开家庭庇护的陆阳受到满是挫折 才发现自己以前都太过于渺小了 更坚定了自己要闯出一番大事业的决心 看着身边善良勇敢一直默默关心她的倪南 顿时两人就陷入了爱河 男主不愧为男主 商业头脑还是有的 一年后公司就走上了正规 规模也越来越大了 陆阳欣喜若狂的和倪南分享 倪南依旧是鼓励 支持 陪伴三件套 但好景不长 陆阳被陆家找到了 告诉她她大哥一年前遭遇车祸成了植物人 家里人找了陆阳一年 但大家还是主要关心陆家掌门人是否还会醒来 找陆阳的事也变得默不从心 前几天大哥彻底不行了 才加紧速度把陆阳找到 小说后面的结局就是陆阳把陆家掌管得很好 和倪南幸福生活在一起啊 这关孙姨什么事呢 难道我的任务是破坏人家男女主 孙姨恶寒的抖了抖 算了吧 毁人幸福的事她可不干 看着两边整齐划衣的保镖 孙姨任命的叹了口气 顺从的上了宾利 车上的孙姨乐天派的想 管他们找她干嘛 她没钱没家的 绑架也拿不到赎金 不过 开宾利来绑架的 缺钱吗 没拥有过豪车的孙姨沉默了 努力计算自己和这辆车到底谁贵一点 到底是她被绑架还是车被开油 车平稳的行驶在公路上 在一家医院门口停了下来 请 孙姨下车 看着身边板着脸的保镖胡思乱想 要是你的面部表情更像请这个字就好了 你们现在的表情实在是太像黑帮老大了 陆老爷子拄着拐杖在另一个房间里 本就年迈的年纪 因为孙子的酒病更是雪上加霜 整个人雷弱了不少 管家陆伯站在一旁 陆老爷子开口 那个丫头到了吗 陆伯恭敬地说 已经到楼下了 陆老爷子摸缩着手下的拐杖 在精灵翻云赋予了大半辈子的陆老爷子 依旧拥有逼人的气势 陆阳找到了吗 陆伯是陆老爷子自己培养的 跟了他大半辈子了 没有 混账 拐杖重重地落地敲击着地面 陆老爷子的怒气不言而喻 陆伯低头 陆家两个兄弟都是他看着长大的 老大商业奇才 陆是在他手里几年盈利翻了好几滚 公司扩大了好几倍 看重的投资就没有失败可言的 而小陆绍可能因为有哥哥这个阴影 在一直不敢失开拳脚 偏要选择出去证明自己 躲自家保镖的是小陆少干的多了 自然也就不好找了 谁知道陆绍也会出车祸 这几天医院天天下病危通知单 老爷子现在不仅得扛起身体来面对亲孙子的病情 还得管着公司 就算年轻时是一代枭雄 但枭雄老了 力不从心 当务之急还是要把陆阳找回来 按而房间的门被敲响 陆老爷子窜紧了拐杖 门外的女孩是他唯一的希望 陆老爷子不迷信 可是他没办法不信 一个女人跟他说找到这个姑娘 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陆伯跟在陆老爷子身边四十几年了 自然知道老爷子最担忧什么 无非是躺在床上的大少爷 陆伯往隔壁床的方向望了一眼 暗叹一声气 宽慰老爷子 老爷子会好起来的 陆老爷子退去了外表的坚韧与威严 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老爷爷 弯着沟楼的背 苍老的背影显得格外无助 充满蜥蜴的看着楼下的女孩 但愿吧 二 医院 孙姨眼里闪过一丝意外 带他送到医院来做什么 好赖 冰来降挡 水来土掩 穿越人士 还怕你们这些纸片人不成 想到这 孙姨挺直了腰板 踏进了医院 叮 电梯门缓缓打开 站在里面的孙姨此刻还有点恍惚 原来这就是传闻中的霸道总裁 医院整个楼层被包了不说 为了安全 还只能持特定的卡才能抵达楼层 到处都是保安和保镖 身上一穷二白 外家没见过世面的孙姨吞了吞口水 连纸片人的生活都过得比她好 她落泪 孙姨被带到了一位老爷爷的面前 周围的人对她很尊敬 外带还有一些畏惧 陆老爷子被陆伯搀扶到她的面前 收敛了些身上的灵力 努力让自己变得和蔼一点 你好呀 小丫头 你好呀 老爷爷 孙姨性眼弯弯 笑脸盈盈地看向她 女孩声音干净 略微能听出一些不安的情绪在里面 在场的都是老江湖了 那些虚于表面的年轻人 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可是孙姨笑容真诚 眼神清澈 一下子就捕获了在场爷爷伯伯的心 最近没有什么能让大家舒心的事情 眼前突然出现的精致的女娃娃 眉眼弯弯的可爱模样 也不用让大家心情愉悦起来 消散尽气的阴霾 孙姨透过玻璃望向躺在病床上的男人时 心底还是有些微微震撼的 躺在床上的男人样貌清绝 鼻梁高挺 五官极致 浓密卷翘的眉毛 像一把小刷子一样映出一片阴影 撇开她惨白的脸色和嘴唇 孙姨只会认为这是个睡美人 因为她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 原来传闻中早逝的陆家 首位继承人长得如此角色 这让身为女生的孙姨也不由有些嫉妒 这陆家不会把所有的好基因都遗传给她了吧 长相清卷 贵公子不论 单单就这几年陆氏的发展来看 这陆绍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陆卷今年27岁 梳里陆卷是从小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 当时的陆家大家长 也就是现在的陆老爷子把他接到身边 从小是一点一点的教育 他如何才能做好一位合格的陆家继承人 21岁不负所托 正式进入公司 真正的开始了陆卷的天下 不仅公司上下雷霆大唤喜 连整个商海都战战兢兢 唯恐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 可惜 在27岁的这一年 孤零零的躺在了病床上 整日与机器为伍 想到这 孙姨心里略有些遗憾 不过 这又与自己何干呢 我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了 孙姨鼓励自己 是的 刚刚那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 给他介绍了个工作 照顾他 并且 嫁给他 孙姨很有骨气 他知道陆绢最后的结局 他不可能去嫁给一个 即将要离开的人 各 十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穷鬼孙姨沉默 好 打脸时刻 既然都已经知道陆绢不久离世的消息了 就不必太在意这些形式上的红本子 反正又什么都不会发生 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最重要的还是赚钱 等攒够钱 包养几个小帅哥都不成问题 上午 孙姨刚答应 下午新鲜出炉的小红本 就已经给到孙姨手里了 陆老爷子只答应 在他面前晃了一眼 就装进自己的口袋了 任孙姨怎么撒娇都不肯拿出来 再给孙姨看第二眼 陆老爷子傲娇的无尽口袋 生怕孙姨生抢 边打岔逗弄在一旁眨眼祈求的孙姨 三 却没发现身后陆伯偷偷溜进了病房 出来后朝陆老爷子郑重的点了点头 陆老爷子眼底忧伸一片 脸上高深莫测的拍了拍眼前 小姑娘的头顶 缓缓起身筑起拐杖离开了 陆伯凑到陆老爷子身边 扶好他 老爷子 放好了 陆老爷子没说话 收敛起在孙姨面前的轻松平和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三 医院已经下了第四次病危通知书了 陆老爷子却突然做了个大胆决定 把陆隽带回家 不管真情假意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纷纷劝阻陆老爷子 劝阻是假 打听消息是真 走了一个陆隽不打紧 他们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陆老爷子通通都给回绝了 一个人都没见 带着自己最骄傲的孙子回了家 家里最先进的仪器已经装好了 医生是陆隽的朋友李希文 年纪轻轻的医学博士 孙姨坐在车上 看着车队逐渐开过市区 往A市最富饶的地方开去 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与灌木 车辆最终停在了一栋白色的洋流面前 洋楼有三层 外面隐约能看见 洋楼的周围种上了许多缤纷色彩的艳丽花朵 很多都是珍贵品种 不易生存 养花之人必定温柔 耐心 实在是不像表面温和内心凶残的陆老爷子会栽秧的花 书里的陆隽更是没提过这一段 孙姨忍不住审笑一声 难道陆隽表面是个牛叉叉的狠角色 其实内心深处无比的热爱生活 陆伯见到孙姨笑得很清和 如果忽略陆伯眼下的黑眼圈的话 孙姨会误以为陆隽可能已经康复了 陆爷爷 孙姨见到沙发上的陆老爷子 乖巧的喊道 丫头 你来了 陆老爷子似乎比上一次更老了几岁 孙子病情的恶化的消息 正一点一点的压垮这位老人 从今天起你就住在陆隽这个臭小子的房间里 帮爷爷照顾好他 直到 直到 陆老爷子窜紧手中的拐杖 眼里带着哀伤 很下心来说 直到陆隽 去世 合同和婚约都可以不算数了 孙姨虽然没见过几次陆老爷子 但每次见他 陆老爷子总是很和蔼 即使这是长和约摆明孙姨占便宜的婚姻 但陆老爷子还是把所有能想到的好处都给了孙姨 包括补偿费 损失费 陆老爷子为他想到了一切 所有他没想到的 陆老爷子也都为他考虑到了 作为一个穿梳前没有感受过任何来自亲情关爱的孙姨 对这样的爷爷很是羡慕 内心隐隐把他当成了亲生爷爷 孙姨想 就算知道陆卷的结局 他在这段时间也会好好照顾陆卷 不要让爷爷忧心太多的 孙姨对夫妻同房睡这件事还是心存疑惑的 幸好陆卷现在昏迷着 否则孙姨还以为陆老爷子是真的盼望着他们夫妻俩能发生些什么 孙姨坐在床边 床旁的监护仪随时监护着床上的陆卷 随时提放他出现危险的情况 躺在病床上的陆卷很温和 乖巧的可以随意摆弄 并不如书里所说的那般阴晴不定 难以捉摸 书里对于这个商业奇才可谓是偏爱的 给了他清俊的面容与可怕的商业头脑 书里的男主也曾一度被陆卷支援住了光芒 所以才逃离陆家去证明自己 这不难想象陆卷到底是有多出色 不过 男主依旧是男主 在陆卷逝逝后 男主站出来主持大局 把陆氏的动荡给平息了下来 这才让大众的目光又重新转移到了男主的身上 想到书里的男主此刻可能正在躲避陆家的追踪 躲起来谈恋爱 孙姨就忍不住撇撇嘴 当初就是因为这个男主 孙姨才忍不住吐槽了几句 哥哥生病 爷爷孤身主持大局 男主还躲在一处忙着谈恋爱 忙着证明自己比哥哥强大 就算以后掌管陆氏 那也是在陆卷的基础上 陆卷把障碍都给扫清了 男主只需要平稳运营就行 一点也没让孙姨感受到男主的不同寻常 反而是这个早逝的哥哥陆卷 为他感到不值 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转眼掉进了一个满心满眼只有自己的弟弟手里 要是孙姨估计死了都能气得再抽搐两下 四 孙姨捧起自己气鼓鼓的脸颊 信眼盯住陆卷和尚的眼眸发起呆 陆卷生了一双极好看的桃花眼 眼尾微微翘起 不难想象如果陆卷睁开眼会有多么惊艳 想到这么好看的人成为了自己的老公 孙姨扑斥地笑出了声 弯弯的性眼里像是藏匿了许多小星星 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闪烁 初次见面 老公 四 今日和往常一样 春风和谐 阳光明媚 陆卷回家后病情似乎平稳了很多 这让陆博和陆老爷子都松了一口气 看孙姨的眼神变得有些复杂 孙姨算了算时间 可能还有一周 陆卷在某一天的晚上会突发试掺 抢救无效望着此刻欣喜的陆老爷子 孙姨有些不忍心 孙姨回到房间 看着床上的陆卷 我明明知道你的结局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陆卷其实中间清醒过一次 时间不长 他看见陆博进来往他胸口塞进了什么东西 然后指着外面趴在窗户上傻里傻气 往里探头探脑的小姑娘说 这是你的妻子 我的妻子 陆卷再次昏迷前就听到了这句话 如果还有一秒的机会的话 他会说 狗屁 老子哪来的老婆 他车祸前截身自好 没碰过一个女人 这种趁他车祸昏迷 打算带着肚子里没爹的孩子 回来认祖归宗的都是假的 可惜还没来得及张嘴 陆卷又陷入了昏迷之中 昏迷中的他隐隐感觉胸口 有什么在牵动着他的心弦 再次醒来 陆卷是被疼醒的 手臂上火辣辣的疼痛提醒他 他挨打了 是谁 谁敢在他昏迷的时候来虐待他 满腔的怒意让他咬紧后 曹牙拼命的睁开眼 没错 陆卷是被气醒的 陆卷慢慢睁开眼 被久违的亮光给恍惚了一下 重新打亮起周围的环境 这是他的房间 黑白 极简的风格 陆卷视线悄悄往旁边挪 想看看到底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庸人 敢如此对待他 孙一柔顺的长发 垂腰 身穿黑色的睡裙 坐在他的床边 素白的小手抓住他的手 激动的拍打着 陆卷发现不仅自己的右手 惨遭暴击 左手更是被当作手机支架 在充当立起手机的工作 陆卷微微醋眉 活到今天 还有人敢这么对待他 陆卷眼神冷了下来 孙一看到自己喜欢的爱豆出场时 便紧张地开始握紧陆卷的手 眼神激动地盯紧屏幕 少女先揉的小手 放进陆卷掌心的那一刻 陆卷僵住 手没忍住 往后全缩了一下 幸好孙一沉浸在节目里 没有发现 陆卷感觉 少女的柔体 还不足自己手掌的一半大小 软弱无骨的小手 在大手的映照下 更是显得娇小 陆卷心里有些挣扎 想一开手 又不敢被发现已经醒了 趁孙一沉迷于电视 陆卷开始肆无忌惮地打量起孙一 因为过于激动 红扑扑的小脸娇艳欲低 线长如玉的薄梗 线条优美 更关键的是 黑色的发丝 漆黑的瞳孔 暗黑的睡裙 但她谋明 唇红 肤白 极致对比下 一举一动像个妖精 陆卷呼吸微沉 耳间开始莫名泛红 两人相握的手掌 缓缓发烫 回想起自己到底幻想了什么的陆少爷 恼羞成怒地闭上了眼睛 不愿受到如此蛊惑 孙一发现 手机放在陆卷的胸膛上 有些不平稳 滑了下来 孙一疑惑地把耳朵贴在了陆卷胸前 听她的心跳声 难道传说中的视察提前了 陆卷感觉到自己鼻尖 全是淡雅的枝子花香 清香扑鼻 女人身上都这么香的吗 因为香味舒心 陆卷本来强烈跳动的心脏 慢慢变得平缓 孙一头顶几根卷翘的头发 调皮地一下一下刮过陆卷高挺的鼻尖 若有若无的感觉 更是让人抓狂 孙一柔软的脸颊 紧贴陆卷的胸口 呼出的热气 透过薄薄的衬衫 吃热的温度 一点一点上升 陆卷第一次感觉醒来 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此刻 很煎熬 无 陆卷努力绷紧身体 不让孙一发现他的异常 却没发现他的耳间已经悄悄泛了红 孙一明显感觉到陆卷的心跳在加快 而且跳得比平时快多了 孙一不敢隐瞒 立刻就去找医生了 离开了孙一 陆卷选紧的闲才放松下来 爷爷今天正好在家 听到陆卷心跳过快的消息 差点没站得起来 跌跌撞撞 朝陆卷的房间赶去 李希文让所有人出去 打开抢救包打算对陆卷进行检查 躺在床上 原本昏迷的男人突然睁开眼睛 吓了李希文一跳 手里的心电突击差点摔在地上 陆 你醒了 李希文惊喜地看着好友 嗯 房门打开 李希文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 孙姨 然后对满脸担忧的陆老爷子说 陆爷爷 你放心 陆卷生命体征很平稳 好 好 平稳就好 陆老爷子身体像被掏空一样 已在陆博身上 只要不恶化 怎么着都行 孙姨低头忙着安慰爷爷 没有发现李希文奇怪的眼神 得知陆卷没有恶化 孙姨心里送了口气 他并不在乎陆卷怎么样 他担心爷爷承受不了这一切 回到房间 刚洗过澡 却因为刚才的举动生出些许汗字 孙姨感觉不太舒服 又重新拿了件真思吊带睡裙 进去洗澡了 因为房间里等同于只有一个人存在 洗完澡浴室里过于闷热 孙姨就把门给打开了 孙姨站在洗手台前涂抹护肤品 镜子里的女人肤色白皙 腰肢纤细 一身黑色吊带睡裙 美人入骨 孙姨爬上床 像往常一样贴近陆卷的睡的那一边 陆卷真的是个冷血动物 身上一直冰冰凉凉的 孙姨天生体热偶然一次不小心碰到陆卷的胳膊后感觉超级凉爽 浑身的热意被消失了大半 反正陆卷一直不会清醒 当个超大号冷水宝也是极好 孙姨牵住陆卷的胳膊 白皙的膝盖抵到陆卷的腿边 小脑袋顺势搭在了陆卷肩膀上 孙姨又开始重新追剧了 蓉蓉的头顶抵在陆卷的下巴上 孙姨在看剧 陆卷在看孙姨 白慈的小脸格外乖巧 在暗沉的环境里 明眸像星星般闪耀 陆卷发现自己素未谋面的小妻子 眼角下有一颗很淡的肋质 笑起来更是蛊惑众生 陆卷突然有咬一口的冲动 泛红的眼眸紧盯着眼角的那颗颤颤巍巍的肋质 像一匹凶残的恶狼一样 在思考如何把它吞入腹中 忽然想起什么 陆卷勾了勾嘴角 眼神危险地看着自己怀里 此颗乖巧如兔的孙姨 孙姨眼睛泛酸 揉了揉眼睛 关掉了床旁灯 因为靠陆卷太久 陆卷有一半给她捂热了 孙姨嫌弃她 不愿再靠近 挪动着小屁股离陆卷远一些 背对着陆卷 深夜 卧室里漆黑一片 只能听见孙姨浅浅的呼吸声 旁边装睡的大郎终于在黑夜里不再壮乖 低下头看着熟睡中的孙姨 舌尖带着危险意味地划过自己的牙齿 好笑地盯着那颗瑟瑟发抖的肋指 良久 陆卷轻笑出声 低头温柔地舔湿了一口眼角的肋指 眼神妖孽 姿态挑逗 陆卷把孙姨轻轻抱起 摆成孙姨抱住自己熟睡的模样 这下肆无忌惮地盯着怀里的孙姨发呆 孙姨想翻身 陆卷圈住 想抬腿 陆卷压住 总之 维持姿势不能动 睡了一个多月的男人在这漫漫长夜格外有耐心 隔天孙姨醒来 感觉自己昨晚好像被什么限制住了一样 翻身翻不得 睡得很是压抑 在镜子前看 眼角的那颗肋质也在莫名泛着红 孙姨眼神怀疑地看着正在床上躺 老师的陆卷 回想过来觉得自己敏感 一个将死之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而且就算陆卷真的醒了 当然是要去公司了 怎么可能在这里对他识恶作剧 想想也不太可能 孙姨摇摇头 摆脱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孙姨感觉爷爷最近很奇怪 不仅是陆爷爷 还有李希文 有事没事就往卧室跑 然后不隔一分钟又狼狈地出来 如果不是陆卷还在昏迷 孙姨可能会误以为是被陆卷给轰出来的 六 房间内的对话 陆 公司果然如你所料 陆三那小子最近到处煽风点火 就怕别人不知道你快死了 想到陆三要是知道陆卷没死 脸上那惊恐的表情 李希文就有些幸灾乐祸 嗯 就这点事 陆卷眼神漆黑忧深 看得李希文有些小怕怕 公司的事还不算大事吗 对对呀滚陆卷嫌弃的合上眼眸 为了这点破事还敢来打扰他 刚才孙姨是不是要给自己做全身按摩来着 干打扰老子好事 陆卷越想越烦 眉头微微促起 李希文是真的没有想到陆卷这么没有人性 但这件事情之前他已经和上仓做过祷告了 一切遭雷劈的后事都交给陆卷 他只是个跑腿的 孙姨睡前爱喝一杯热牛奶 最近几天睡眠格外的好 手机刷布了太久 时间就忍不住昏睡过去 白天明明没有这么累 为什么一到晚上就这么困 孙姨虽疑惑 但还是抵挡不住困意缓缓睡去 隔天醒来去腰酸背疼 今天出去玩 孙姨和朋友多喝了几杯 回家的时候已经有些摸不着方向了 还好陆爷爷已经回房间休息了 一路跌撞的回到房间 身上一股酒气 孙姨嫌弃自己进了卧室 就开始脱掉身上的衣服 包包 首饰 外套 裤子 铺满一路 不小心踩到了地下的包链 差点跌倒 吓得某人眼皮一跳 迷迷糊糊的不小心撞上了浴室的玻璃门 孙姨委屈的捂着脑袋 瞇着眼想看清撞她的是什么东西 耍起酒疯的孙姨生气的踢了一脚 无辜的玻璃门 然后自己的脚开始疼了起来 这下不仅要捂头 更要捂住脚 孙姨因为今天突然想起了在原本世界的朋友 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一时怀念就多喝了几杯 心底本就因为待在这里委屈 何况还被暴击两下 心中更是委屈万分 不自觉的小声抽气出来 陆卷真的觉得没有比她更笨的可爱的笨蛋了 刚刚好不容易抑制住自己 现在这个小醉猫在挑战她的忍耐度 暗沉的身影出现在孙姨身前 孙姨可怜兮兮的抬起头望向陆卷 陆卷看着孙姨哭过后 水淋淋的大眼睛 好气又好笑的择了一声 低下头安抚性的低头 吻了吻孙姨眼眶里滑下的泪珠 揉了揉孙姨的脑袋 在惹恼她之前止住了动作 从膝盖圈住 把她抱起打开了浴室的门 夜晚 孙姨的名字在男人的嘴中裹了一圈 用最缠绵浅卷方式吐出 隔天 孙姨感觉自己的头都要炸裂了 发誓 再也不叹杯了 拿开圈住自己的胳膊 想下床喝点水清醒一下 等等 圈住自己的胳膊 孙姨震惊地回过身 啊啊啊啊啊啊 谁能告诉她 为什么陆卷醒了 而且 而且我身上的吻痕是怎么回事 孙姨不想邀请陆卷去讨论这些事 直觉告诉她 现在 跑围上 去哪啊 男人刚睡醒 身影带着眷懒暗沉 撑起脖梗 好笑地看着眼前小猫咪炸毛的背影 孙姨害怕的寒毛都要竖起来了 挣扎着不敢回头看 这书不是说她就要死了吗 怎么还能干这种事 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不怕精进人亡而死吗 孙姨点起脚 就当没听见陆卷的疑问 想快速冲出房间 手刚搭上门把手 陆卷就抢先伸手 按住了门 弯腰嘴贴在孙姨粉嫩嫩的耳垂边 去哪啊 陆太太 孙姨原先还怀疑陆卷是诈尸 可是耳间被陆卷呼出的热气弄得发痒 一时间耸得不敢说话 完了完了 原文中最强的大巴斯没死 这改剧情经过人家原作者的同意了吗 有版权吗 你知不知道人家可以告你的 孙姨欲哭无泪 孙姨没有打耳洞 自然也没有带耳坠 薄薄的耳垂像是沉吸下一片娇艳的花瓣 让人觉得都不忍触碰 陆卷眸色暗了暗 拇指轻轻地在她的耳垂上磨缩了一下 那耳垂就随着陆卷的动作一颤一颤 孙姨觉得痒 便有些闪躲 陆卷喉咙变得有些干涩 忽然 低头含住了这一片娇嫩的花瓣 七 又软又香 似乎带着些枝子花的香气 让人忍不住吞入腹中 想起昨夜 陆卷便有些情难自尽 毕竟 尝过第一次的滋味 盼着第二次的到来 耳垂上的温热惹得孙姨一阵站立 发现某男不要脸伸出手来 想圈住他的腰 不知哪来的力气 猛地一把将他推开 赶紧跑出了卧室 独留陆卷贴在墙边 看着落荒而逃的孙姨 眼里带着几分野鱼 正好陆老爷子六弯回来 看见一脸羞红的孙姨 气急败坏地摔上房门 有些奇怪 怎么了 丫头 陆卷醒了 那后面的剧情怎么推 不是应该陆卷去世 逃离家族的二少爷回家继承大局 然后和女主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吗 现在陆卷没死 那也不会有落二继承公司了 那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不对不对 孙姨摇摇脑袋 继承公司 推剧情关他什么事情 主要的是合约 之前说陆卷要是去世了 他就能分到一大笔遣散费 这现在陆卷没死 这笔钱还会不会有 应该是会有的吧 孙姨安慰自己 长辈自作主张的婚姻一般都不被看好 马上陆卷就应该会提出离婚 到时候照样卷钱跑路 想到这 提起的心稍微放下一点 爷爷 陆卷醒了 孙姨认为自己应该是看错了 怎么会在陆爷爷的脸上看出了 你怎么会知道这几个大字 陆爷爷心底有些遗憾 这陆卷还是没能继承他最优良的基因 这老婆还不是真的怎么能醒过来 门后的卧室门被打开 孙姨惊吓得往后缩了好几步 昏迷的时候 孙姨就觉得陆卷整张脸就是个祸害 现在清醒了 看见门外受惊的孙姨 陆卷一双桃花眼微挑似笑非笑 骨子里带着天生的眷懒和冷淡 望向孙姨的时候 眼底运着某种特殊的情绪 陆卷换上了西装 手里拎着一条墨蓝色的领结 一步一步威逼近孙姨 声音懒散地说 陆太太 麻烦给陆先生打个领带 孙姨如遭雷劈 这陆卷叫唤谁呢 想都没想 孙姨朝着陆爷爷喊道 爷爷 陆卷脑子可能没恢复好 找李医生来看看吧 这歹谁都叫老婆的毛病得好好治治 嗯 陆峰 我觉得人老了要多活动活动 我们今天再出去活动半个小时吧 好的 老爷 陆博浮着陆老爷子两个人转身立马溜了 孙姨眼睛都瞪大了 这不靠谱的感觉由内而外在散发着 孙姨紧张地咽了一口口水 僵硬着脑袋回过头来 陆 陆先生 我并不是你的妻子 这有钱的帅哥这么容易就接受长辈的安排吗 不是应该一看二言三出走吗 听到这陆卷轻挑了一下眉毛 但没有出言阻止 我只是在你昏迷期间照顾你的 你清醒了合同到期 我就要走了 陆太太 姐曰 是要政府审批的 陆卷眯起眼 眼神冷冽下来 私人合同为什么要政府审批 陆卷慢慢悠悠地从口袋里掏出 结婚证 孙姨震惊地呼喊出来 居然忘了这茶 孙姨想抢夺过来撕毁掉 可是陆卷人高腿长地把她举过头顶 另一只手拦住孙姨 纤细地夭支 陆太太 放心 没了这本证 你照样还是陆先生的人 手指轻挑地划过孙姨的鼻尖 霸道总裁的记事感忽然上线 陆卷放过呆愣住的孙姨 记好领结往楼下走去 六 孙姨感觉自己最近要惊愤了 这陆卷天天动手动脚的 自己在她眼里可能就是快可口的小点心 可最关键人长得帅 干什么天理都能容 生了气 陆卷稍微委屈一下 孙姨都觉得是自己过于放不开了 既然都被猪拱过了 再多拱几下 也没什么大不了 再说了 看看人家这身价 这姿势 谁是猪这件事 还得要再考量一下 孙姨气馁地趴倒在床上 把头蒙进被子里 啊啊啊 这一天天的没法过了 孙姨可不想天天生活在陆卷的魔爪之下 想了好几天 还是决定去探探口风 进来吧 陆老爷子在看书 晚上爷爷喜欢独自在书房看一会书 吧 怎么了 是不是陆卷欺负你了 不是 爷爷 哪敢在陆老爷子面前打亲孙子的小报告 孙姨连连摆手 没事 陆卷这小子要是欺负你了 你就和爷爷说 爷爷为你出气 孙姨小心翼翼地开口 我就是来问问 合约的事情是不是算旅行了 那合约应该是完成了吧 空气安静虚余 陆老爷子翻书的手顿了顿 算 当然算 不过能告诉爷爷 为什么非走不可吗 本来结婚就是假的 合约是真的 既然合约结束了 我当然要离开了 孙姨原本的计划就是有了钱 换一个浪漫的小城市 过上富婆的生活 天天不愁吃 不愁喝 再说了 陆卷以后也会有自己喜欢的人 假的真不了 总有一天他会觉得不合适的 既然他醒了 我当然没有必要再打扰了 孙姨打开门转身离开 陆老爷子似乎想说些什么 却又没说出口 看着和尚的门喃喃自语地说道 都做到这份上了 说到底陆卷这小子还是没本事 没魅力 孙姨出门就发现了已在墙边的陆卷 抬头看了一眼 沉默着企图掠过陆卷 大抵是因为紧张 孙姨走起路来变得同手同脚 陆卷眼底的情绪晃了晃 垂眸 伸出手拽住了孙姨的胳膊 嗓音低沉地说 如果我说 对于这个婚约 我心悦止 你还想离开吗 孙姨不知道他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以为陆卷只是豪门少爷口中的随便玩玩 触及到陆卷眼神中的认真 一时间不知该做何表示 空气静默了几秒 孙姨还是抽出了手 陆卷回神 笑意被拦冷淡 陆老爷子听到声响抬起头 没好气的冷哼一声 嫌弃的别过脑袋 没用的家伙 指望他能有什么用 爷爷 我已经很难过了 陆卷被老婆甩 被爷爷嫌弃 心底现在满是创伤 要不是还有一颗想回去抱暖货和老婆的心 此刻就想坐在这沙发一蹶不振了 没谈过恋爱的小陆忧愁地挠了挠脑袋 难道自己晚上让老婆不满意了 前方陆太太一个飞天抱枕朝陆先生砸去 死走 公司的事情怎么样了 提起这个 陆卷退去眼神中的温柔 冷冽下来 证据齐了 雇兄杀人 偷到公司机密 陆三跑不掉的 这就好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我要请假 陆卷俯身拿起桌上的杯子 抿了一口 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 陆卷请假 自从进了公司 陆卷休假的次数 一个手都能数过来 老子老婆都要跑了 还管公司干什么 您帮我顶一段时间 陆卷握住杯柄的手 微微用力 视线飘向了刚刚孙姨坐过的地方 多久 陆卷慵懒的把杯子放下 神情松散的站起身 等什么时候我老婆回心转意了 我就回来 凭你 那我这把老骨头还要工作多久 满满的不看好 对了 你弟弟 提起陆阳 陆老爷子也不知该如何开口 哥哥生病了不知道回来 现在病好了再回来也说不过去 算了 早点回去吧 陆卷眼中笑意一散 早点休息 陆卷回到房间 就看见孙姨在把衣服往行李箱塞 看见陆卷进来 匆匆忙忙掩饰 陆卷没急着进去 撑在门边问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度蜜月了 度蜜月 什么东西 老娘明显是要跑路 对啊 明天出发 孙姨 我们两个吗 对 孙姨内心 明天去度蜜月 谢谢你提前一天告诉我 陆卷感受到卧室里不寻常的氛围 非常有眼力见的问 怎么了吗 孙姨微笑 不去可以吗 陆卷也跟着笑 这一双桃花眼显得很是恋艳 不可以 不行就不行吧 反正我明天有我自己的办法 孙姨插着腰 按戳戳的想 陆卷不明白自己的小妻子 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大手一捞 被子一盖 睡觉 九七 孙姨早上磨磨蹭蹭的 一会说这个忘拿了 一会那个忘拿了 陆卷也宠他 往返了好几次 以至于要等下一班的飞机 到了机场 孙姨把包都交给了陆卷 只留下一部手机 这叫先舍弃些不重要的 来换取敌人的信任 时间差不多了 孙姨起身 我想去买饮料 陆卷昨天晚上通宵 把公司重要的事情都给完成了 正戴着墨镜补教 随手指了一个保镖 去买 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 开玩笑 让人跟着怎么溜的掉 孙姨说完就赶紧走了 没来得及听见陆卷 无奈又宠溺的下一句 真是不乖啊 陆太太 孙姨抽出 藏在盆栽后面的小包 身份证 飞机票 银行卡都还在 抓紧时间进检票口检票 早上磨磨蹭蹭 就是为了等着一般的飞机 让陆卷这个坏家伙 自己一个人在机场等空气吧 本小姐不伺候了 外国的小帅哥姐姐来了 坐上飞机 空城已经开始播报了 孙姨心满意足地拍拍身上的安全带 万无一失 怎么了 空城播报的声音被打断 然后广播就被掐断了 不知为何 孙姨心里有些毛毛的 那种被陆卷盯住的感觉又上来了 孙姨安抚自己 没有的是 不要瞎想 先插播一条巡物启示 陆卷先生家的宠物丢失 据陆先生描述 爱宠肤色白结 浑身柔软 就是脑子不太灵光 可能跟错主人溜上了飞机 请大家帮忙寻找 陆先生承诺找到他的爱宠 赏金二十万元 听到酬金 飞机里的人都躁动了 平白无故二十万 谁不想要 有钱的败家子 孙姨默默抽了一份 乘坐飞机注意事项的广告纸 把他打开 扑在脸上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掩耳盗铃 哪家强 陆家太太最棒棒 先生 恭喜你 二十万的奖金立马到账 保镖城市化的声音 在孙姨头顶响起 坐在孙姨隔壁的男人 一脸猛 转而欣喜若狂 还没找 就把酬金给他了 跟着保镖屁股后面 屁颠屁颠的离开了 孙姨拿指捂住脸 起身打算换个座位 却被人给安在了位置上 并且坐在了刚刚那个男人的位置上 孙姨掀开一点点 撇向了隔壁 然后立马拿纸又把自己的脸给糊起来 救命 这路隽怎么会知道的 路隽也没说话 戴上墨镜 往座椅 靠 孙姨也不敢把脸上的纸拿下 竟就这么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脸上的纸滑了下来 可能是睡觉的时候 感觉空气不流通 把他给拿下来的 头靠在路隽的胳膊上 睡了两个小时 路隽在看报纸 孙姨怕他发现 还是把眼睛闭上 可是论庄昏迷 哪能骗得过路隽这个鼻祖 麻烦给我一杯橙汁 路隽 点好报纸 淡淡的说 起来喝点水 孙姨捧着被子 小口小口的喝 整个人都要缩进椅子里了 想去爱尔兰玩 路隽把他粘在脸上的头发 拨弄好 试图哄这个小耸包 争点气啊 孙姨 告诉他 不是 我就是要逃跑 老子要去找小帅哥 嗯 孙姨没骨气的承认了 惨败 乖 路隽声音不自觉的柔和了下来 安抚的拍拍 孙姨的小脑袋 下了车 路隽驱散了所有保镖 孙姨坐在车里 欣赏着爱尔兰这个地方 一切都和他想的一样 如果没有隔壁的家伙的话 旁边有一对坐着电瓶车的男女朋友 男朋友开得很快 女朋友在空中飘散着长发 时不时回过头吵女孩一笑 在明媚的阳光下 有些岁月静好的意味 路隽问 羡慕 电瓶车学起来应该比汽车简单吧 如果孙姨喜欢 那就去买一辆 手指画到保镖A的微信 孙姨摇了摇头 把头回过来 电瓶车不能载人 他们要被罚款了 语气里还有些幸灾乐祸 果然 那对情侣被警察拦了下来 路隽眉眼一跳 默默收回手指 专心开车 再也不想东想西了 酒店路隽已经提前预定好了 顶级海景套房 十 孙姨乖巧的被路隽给拎了进来 今天落差太大了 本以为今后美好的幸福生活 在朝他招手 谁知道路隽像个粘人的牛皮糖 你公司倒闭了吗 孙姨终于忍不住开口问 路隽连坐个沙发都要揽住他的腰 两个人窝在一块沙发上 这股年户近让孙姨差点误以为他们是真的热恋中的小夫妻来这度蜜月的 可明显不是啊 大哥把你猪蹄子挪挪好吗 孙姨冷眼斜视的望着腰间的大手 路隽在看报表 就算是休假 但有些事情还是要由他过目 路隽抬起脸 金丝筐的眼镜勾勒着他妖孽的脸庞 指腹按戳戳的捏了捏孙姨腰间的小肥肉 漆黑的眼眸深深的望着他 眼底的笑意一点点晕开 看上什么了 孙姨气愤的打开他的手 承认最近有点太放纵自己了 都是路隽 醒来之后正是不做 在公司开调查问卷 所有性别女的都参加了 包括宝洁阿姨 只要被采纳 奖金翻倍 一时间 公司变成了试吃大会 所有女员工跟着路太太一起长胖 我看你挺忙的 要不我自己出去玩会 原来是在抱怨自己没陪他 路隽立马把电脑合上 摘下鼻梁上的眼镜 我陪你去 不用啊 大哥 你安安心心做你的医院合同就好 这样搞得我像破坏朝政的腰费一样 可路隽不给他反抗的机会 对着他圆润的大脑壳谈了一下 走吧 酒店的外面正是沙滩 孙姨跟在路隽身后 童心未泯的踩在路隽走过的脚印上 蹦蹦跳跳的没注意路隽已经停下了脚步 回头正望着他 一下子没杀住车 网路隽怀里撞 头怀送抱 嗯 路隽望着怀里的孙姨歪头笑了一下 月色下他纯粹清澈的笑容看得孙姨一阵晃神 尤其是后面的尾音更是让人腿肩泛软 孙姨很没骨气的看入迷了 路隽滴一笑 门声发笑的嗓音格外好听 孙姨被嘲笑了 脸上羞红一片 像只河豚般气鼓鼓的踩了一脚路隽的大脚 然后快速溜走 孙姨感觉自己的心在砰砰砰的直跳 脸颊也在微微发烫 刚刚路隽宠溺的语气让他这个单身了二十几年的母胎单身狗突然有了心动的感觉 沙滩有一群人正置着帐篷在烧烤 看见路过的孙姨热情的呼喊他加入他们都是群快要毕业的学生 毕业旅行选择来到了这个城市 孙姨融入的很快 毕竟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和友好的态度会让你整体加分 路隽慢悠悠到的时候 孙姨已经喝下度不少酒了 小脑袋已经开始发懵 路隽朝孙姨走来 帐篷里的年轻女孩见到路隽忍不住尖叫出声 抑制不住的和小姐妹一起跺脚尖叫 惹得旁边男朋友大饭醋水 你是谁 喝完酒就翻脸不认人 孙姨警惕的目光看着路隽 明显觉得他是个披着好看人皮的狼 孙姨正坐在沙滩上 路隽缓缓蹲下 平视着孙姨 你老公 帅哥美女坐在一起 远处看就像一幅画一样美丽 谁料 喝过头的孙姨什么都敢说 用嫌弃的语气说 你放屁 哪来的老公 我的梦想是包养小帅哥 可不是给别人当妻子的 不过 我看你长得比我看过的许多小帅哥都帅一点点 你要是愿意我也可以包养你 然后拍拍口袋 像个拥有啤酒度的大亨一样 大气的说 不差钱 拿着路隽这个资本家的钱去包养小帅哥 想想就快乐 路隽笑容一致 眼里带上了威胁 只包养我不行吗 卑微路总在线求包养 拿自己的钱哄骗别人包养自己 不行 孙姨想都没想 摇头拒绝 为什么 孙姨小手一插 理直气壮的说 万一你过几年年老色衰了 我不喜欢了怎么办 那我努力保养的好一些 争取一只以色式人 你看行不行 路隽耐心的哄骗着孙姨 孙姨嘴里不停的烦着嘀咕 为了一个帅哥 放弃其他的小帅哥实在是太不值得了 嗯 危险的语气来了 十一 孙姨就算是醉酒 对危险的预判能力也是极强的 那好吧 那小语气委屈极了 看着也楚楚可怜的 路隽 长叹一声 低头轻柔的吻了吻孙姨撅起的小嘴 别委屈了 路隽把心都给你 不亏本 查看下一张 全部收起 来哦 Bey Zang Zang F Sang Zang Zang Zang